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英國政府正在打算 對幾條現行法例進行修改 以便堵塞法律漏洞 其中一條將要修改的法例 就叫做叛國法 英國政府的原意 就是為了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 但恐怕今次都會央及遲餘 波及到香港公務員和紀律部隊 尤其是三萬幾千個警察 根據英國星期日郵報報道 就說今次英國政府除了修訂叛國法以外 還將會修訂間諜法和官方機密法 根據英國政府消息人士指出 就說約翰遜今次出手 預計將會在幾個月內 便會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 屆時英國應對相關安全風險的能力 將會與美國和澳洲看齊 在新的叛國法修訂下 任何人宣誓效忠外國勢力或組織 將會定為犯罪 當這些人在英國活動或嘗試進入英國境內 便會遭受檢控 此舉目的是為了堵塞現行的法律漏洞 例如之前有一個英國人 去了中東那處加入伊斯蘭國 但當他們回到英國以後 英國便束手無策 因為這些人根本沒有在英國境內進行任何行動 故此無法使他們面臨法律制裁 實情後來有些人遭受到英國的驅逐 剔除了英籍 但如果收了這個叛國法以後 肯定會對香港的公務員和紀律部隊 尤其是警察會有所影響 為甚麼呢 因為目前很多這些人士 在97年之前入職 老一批 通過居英權計劃 拿了英國公民BC護照 就算拿不到BC護照 也有不少人 拿了BNO護照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以前英國稱BNO 是叫做BNO Passport Holders 即是BNO護照持有人 但現在就證明了 是升格了 變成BNO Citizens 即是BNO公民 由於英國新修訂這個叛國法 所有英國公民都會受到規管 戒時除了BC護照持有人以外 還將會涵蓋所有BNO護照持有人 根據特區政府在7月頭所說 為了更清晰確立公務員隊伍的立場 當局計劃為公務員引入宣誓 或者簽署聲明擁護香港基本法 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也表示過 相關的計劃將會分階段 安排在新入職和現職的公務員當中進行 他強調不能夠接受公務員 參與與政府立場有衝突的活動 若然是觸犯宣誓和聲明的要求 將會按照法律和機制去處理 即是所有公務員 除非不升職或差不多退休 否則極有可能參加宣誓或簽署聲明 這個行為本身沒有問題 效忠便效忠 簽署聲明便簽署聲明 關人甚麼事 但若然參與宣誓或簽署聲明的公務員 紀律部隊、香港警察 他們是擁有英國公民護照 或是擁有BNO護照的話 那就麻煩了 到時便很有可能 觸犯了英國新修訂的叛國法 到時候 若然他們試圖進入英國境內的時候 便會遭到檢控 所以他們有一個辦法可以做 就是放棄英籍 要徹底放棄 是要向英國內政部拿一張表格 去放棄英國國籍 不是去展國 或者找火燒了護照便可以 這樣不等同於放棄英籍 放棄英籍是一個既定程序 是非常之嚴格的 你是要執行 否則可能違反了英國新的叛國法 其實在金錢和外國國籍之間 他們便要作出一個取捨 所謂如雨紅掌就不能兼得 他們一直想走這個聰明 吃盡兩家茶禮便很久 現在這班人 首先被特區政府迫在長國 要求他們參與宣誓 或者簽署聲明 繼而英國政府方面又做事 就去修訂這個叛國法 涵蓋所有英國公民 好壞不壞 現在BNO護照便升為了BNO公民 所以全球搞政治 誰比英國更厲害才行 人家就是使出了絕招 就可以倒截這班人 你可以選擇繼續做公務員 做紀律部隊 做警察做甚麼都行 但是麻煩你便作出一個抉擇 我相信這班人一定會選擇工作 而不會選擇馬上去英國 所以英國搞政治 真是全球首一指 是不到你不服的 這樣三兩下散手 就已經把這班人 完全排拒於目前新的BNO5加1計劃的安排 那就可以把這班人完全篩選走了 你說多厲害呢 我認為英國這個修訂是完全合理的 首先來說 很多華人 包括居住在香港的華人 他們是視國籍為儀欺 完全不當是甚麼一回事 亦沒有一個叫做效忠國家的觀念 僅僅是視那本護照作為一本旅遊證件 其中一個表表者 叫做林鄭月娥 當年她合家 就是通過所謂的居英權計劃 來取得英國公民護照 取得英國永久居留權 但是 她公開說 這本只是旅遊證件 但實際上當然不是 只不過這班人去當年申請居英權計劃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通過一個所謂的宣誓儀式 但是若然你去搞投資移民、技術移民 或者住滿年期之後去申請入籍 其實是有一個入籍儀式 而在入籍儀式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就是那班歸化者 他們是要向大不列頂級 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女王 即是英女王 宣誓效忠 這班人當年搞居英權計劃的時候 很多人自己聲稱 沒有入籍儀式 沒有宣誓 可能只是填份表格 因為當時居英權計劃 就是涵蓋達官貴人 高級公務員 富商巨股之類的人 所以當年通過居英權計劃 入籍成為英國公民的人 以及手持著BNO護照的人 同樣地都沒有通過所謂的入籍儀式 沒有宣誓效忠英女王 所以很多人對於國籍這件事 是相當之儀欺 概念是相當之模糊 現在人家就告訴你 國籍是尊嚴的 現在無論是拿著BC也好 BNO也好 你不能夠視之為純粹一本的旅遊證件 如果你要旅遊證件的話 麻煩你申請特區護照 放棄英籍 因為現在無論BC也好 BNO也好 都已經成為了英國公民 是英國國籍 要搞清楚搞錯 另外 有些權貴就是口是心非 嘴巴裡經常叫喊著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口號 但手裡握著那本 就是外國護照 現在英國決定修改叛國法 對於這班人 簡直是一個當頭的棒殼 目前按照香港的規定 只限於主要官員 即是司局長 以及行政會議成員 才是需要放棄外國國籍 甚至乎擔任普通的局長 秘書長 全部都可以擁有外國國籍 你說這個神奇不神奇 就是導致香港很多裸官出現現象 不僅是政府架構內 甚至乎連立法會都有12個指定功能界別 是可以獲得豁免 即使擁有外國居留權的人士都可以參選 我講這12個指定功能界別 我講這12個指定功能界別 你便知道 不知行什麼標準是選擇出來的 很大的隨機性 完全沒有邏輯可言 法律、會計、工程、建築、測量、地產建造、旅遊、商界庫護第一、工業界庫護第一、金融、金融服務、進出口和保險 這些界別請問有什麼共通點? 為什麼餘農界的人不可以擁有外國居留權? 為什麼參選鄉議局界別不可以擁有外國居留權? 很多鄉新、鄉下佬 他們在70年代、80年代發展新市鎮的時候 很多人都拿了外國護照去英國 甚至乎也去了荷蘭 為什麼鄉議局不可以擁有外國居留權? 你憑什麼選擇這12個界別? 擇飾的?抽籤的? 所以這些是過時的規定 全部要修改 這一方面又要推行外國教育、國民教育、國安教育 另一方面 這些制度又不嚴謹 不一定縱容裸官或外國居留權的人士 是可以參選的 成何體統請問 麻煩這些過時的規定 都是要修改 麻煩大家選擇一項 你是中國的就中國 英國的就英國 搞清楚搞錯他 不要像那個721白衣人那樣 明明移民了過去英國 拿了英國護照 在當地買了物業收租 都要回到元朗站那裡搞屎棍 你說這些人是什麼人才可以?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實請英國目前的新修訂 是好事來的 堵截這些無謂人入境 反正你都擁抱中國的核心價值 無謂去英國那裡住 只會辛苦自己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